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世界无产阶级的思想导师毛主席与世长辞。 在毛主席离世之后,就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开始了紧张的忙碌。 他在百忙之中抽空携救了一张手令,命人送给国务院副总理耿彪。 耿彪在接到手令后不久,便亲自与华国锋会面展开秘密交谈。 在二人的谈话之中,华国锋向其交代了一个重要任务,并询问其是否需要戴手枪,耿彪却坚定地表示,手枪就不必戴了,有华主席手令就行。 耿彪何许人也,能被华主席如此看重? 华主席与耿彪所谈论的事情又究竟有何玄机呢? 请各位观众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起走进耿彪的人生故事。 1976年9月9日,病重的毛主席与世长辞,离开了还未完全强盛起来的中国和亿万中国人民。 而在毛主席离世之后,中国的政局也变得更加复杂难测。 在江青集团蠢蠢欲动的情势之下,时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便不得不担起主席生前交给他的重任。 主席离世后不久,华主席便针对彼时的局势做出了相应的布置。 因为事务众多,一时间难以处理,华主席便希望能够找些可靠的帮手。 恰在此时,叶帅推荐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耿彪。 华主席托人向耿彪传话,要求其前来自己的住处谈话。 在谈话之后,华主席十分严肃地表示, 这几天你都待在家里,我有事找你,等候我的指示。 而在不久之后,耿彪果然收到华主席电话。 10月6日当晚,耿彪受到华主席消息, 要求其立即赶往中南海淮仁堂亲自面谈事宜。 耿彪心知事关重大,在最快时间内赶到了中南海淮仁堂。 在抵达淮仁堂后,耿彪便发现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已经抵达, 且正在与叶帅、华主席等人进行商谈。 看到耿彪到来,华主席等人也没有与其废话, 而是当即直言道,要交给你个重要的任务, 立即前往中央广播局,控制住所有的电台电视, 不能出任何差错。 耿彪深知事情的严重性,当即表示一定会完成任务。 叶帅作为军队的老人,算是耿彪的老上司。 在耿彪离开之前,还特意叮嘱到, 一定要保密、注意安全,华主席听到此话, 当即询问耿彪是否需要配备手枪。 耿彪却淡然地表示,这样的任务不需要配枪, 只需要一张华主席的手令便足够了。 华主席当即拿出钢笔,在白纸之上写下手令, 要求中央广播局的群体成员接受耿彪的领导, 一切事情都要向耿彪请示解决。 在拿到手令之后, 耿彪便同一起前往广播局的邱威高、王府二人驱车前进。 在抵达广播局的大楼之后, 耿彪没有贸然冲进去, 而是在进入之前, 打电话通知自己在中联办的老部下, 带中联办的大量人员赶来。 在估摸着能够控制广播局里的形势之后, 耿彪才带人进入广播局大楼, 对楼内的所有人员进行控制, 防止不必要冲突的发生。 因为事情十分重要, 以免出现意外, 这位国务院副总理选择直接留在广播局的大楼之中。 没有床, 他们便支起行军床满足睡眠需要。 为防止出现突发情况, 以耿彪为首的几位领导干部, 始终都没有脱过自己的衣服、鞋子。 吃饭等事务, 也依应在大楼内部解决, 绝不给有心之人可乘之机。 而耿彪之所以如此郑重其事地守卫着广播剧的大楼, 自然有着其理由。 华主席之所以找他前往商议事务, 正式准备对以江青为首的小团体进行抓捕。 因为小团体在全国各地都有着不少支持者, 其中不少人更是借机掌控了不小的权力。 在局势未明朗之前, 一旦走漏了风声, 很可能会引起敌人的警觉, 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因此, 华主席、叶帅等人在决定出手之前, 先命耿彪将广播局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给他人传递消息的机会。 耿彪之所以日夜守候在广播剧内, 正式担心发生意外。 一旦广播局落入他人掌控之中, 届时全国都将会陷入混乱, 这样巨大的责任绝不是哪一个人都抗下的。 在耿彪与广播局坚守数天之后, 中央终于发来消息, 表示已经成功粉碎了小团体势力。 他终于放下心来, 从紧张的状态之中解脱。 耿彪在粉碎小团体行动中虽然没有大的动作, 但立下的功劳却十分重大。 而之所以他能立下如此大的功劳, 自然源于华主席与叶帅二人对其的信任。 耿彪到底有何出奇能够获得二人的信任呢? 耿彪在粉碎小团体过程中受到华主席重用立下大功。 他到底有何出奇之处能够被华主席和叶帅如此信任呢? 耿彪1909年出生于湖南李陵的贫农家庭之中。 在年仅七岁之时, 因为家中实在难以过活, 随父母一起痛爱亡到了长宁地区以挖矿为生。 在年纪稍长之后, 他便在矿山上当起了童工, 威俄家中赚些生活费用。 矿山里的生活十分艰苦, 耿彪没有因为是个孩子便遭受到半分优待。 劳累而没有希望的生活使得小耿彪心中推翻剥削的心愿愈加强烈。 恰在此时, 毛主席率领湖南地区的共产党员们在各地发动工人展开武装起义。 年幼的耿彪在共产党员的引导之下, 逐渐找到了未来的奋斗方向。 1925年, 16岁的耿彪加入到共青团组织之中。 在加入组织后不久, 耿彪便凭借的机灵受到了组织的重用。 在第二年, 何淑恒来到耿彪所在地区发动工农联合武装斗争。 还未成年的他, 依然参加到当地组建的赤卫队之中。 后来, 毛主席发动秋收起义, 又率军南下江西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耿彪跟随当地的赤卫队一起南下井冈山, 成为了老井冈山的一员。 可在上了井冈山不久, 耿彪又接到了组织的命令, 要求他回到自己的老家湖南李林。 原来当地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 非常适宜发展革命力量。 为了发动当地群众, 18岁的耿彪便又再度以工人身份回到了老家。 在回到李林后, 他积极传播马列主义思想, 通过开展打土豪, 分田地等行动, 积极发动了当地百姓参与到革命斗争之中。 在他的努力之下, 当地迅速组建起一支以他为核心的赤尾队来。 此后, 他又担任李林、 刘阳当地的游击队长, 在敌人实行白色恐怖的危机局势下, 坚持与敌人进行游击战斗。 1928年, 耿彪成功入党。 在入党之后, 他对马列主义的研究预深, 同时也开始将其传输到手下的游击部队之中。 1930年, 耿彪配合井冈山主力, 获得文家式战斗胜利受到了毛主席朱老总的欣赏。 在不久之后, 他所在的游击队便被编入红一方面军, 成为了红军主力。 长征过程中, 耿彪就任义军团先锋部队团长。 在强渡乌江、 四渡赤水等经典战役中都有着他式的身影。 尤其是乌江之战, 耿彪团更是为好红军部队过江立下大功, 就连聂帅都对其做出了高度的赞扬。 抗日战争时期, 耿彪就任八路军385履参谋长, 成为了八路军留守兵团的主要指战员。 因为没能前往抗日一线, 耿彪似乎在抗战阶段呈现出一种隐身状态。 但实际上, 作为留守兵团的重要指战员, 耿彪对守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战结束之后, 耿彪被组织调往北平军调除工作, 担任叶帅的下属。 就此, 叶帅与耿彪结缘, 二人成为好友, 这也才有了后来叶帅历见耿彪事件的发生。 解放战争时期, 耿彪调任进察纪军区, 成为了聂帅手下杨罗耿兵团的主要指战员。 杨罗耿兵团参与的清风殿, 石家庄战役都离不开他的指挥。 在随后的平津战役等重大解放战役中, 他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全中国的解放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心力。 1949年10月, 新中国建立。 纵马半生的耿彪却收到一个令他震惊不已的消息, 调人外交部。 面对这一决策, 他将有怎样的反应, 他又将在外交领域建立怎样的成就呢? 耿彪半生沙场征战, 为新中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可建国之后, 这位沙场大将却被指派为外交大使, 他能够干好这份工作吗? 1949年, 耿彪接到周总理的命令, 自部队前线赶往北京。 周总理在与其见面之后, 便直接表示称, 将要把耿彪从部队中调走, 参与到外交部的工作之中。 此外, 周总理还表示, 他不仅要调任外交部, 还要尽快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 并做好常驻在联合国作为代表团领导的准备。 耿彪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搞得都找不着呗。 前往北京之前, 他已经做好了部队南下解放作战的准备, 可却突然接到了这个指示。 为了不离开部队, 他推托称, 外交应该使有文化的人做的事, 自己只是武夫, 没有那个能力。 周总理却当即表示称让将军们搞外交, 是毛主席做出的指示。 耿彪剑推托不掉, 也表示服从组织的命令, 但自己对外交活动一窍不通, 恐怕会丢了新中国的脸面。 周总理却笑着表示, 那就边干边学。 为了鼓励耿彪, 周总理还谈起解放战争时期, 耿彪带领美军观察组前往进查继军区的经历。 总理表示, 他已经是初步接触到了外交活动, 不必对此有太多的畏惧。 周总理提及的这次经历, 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彼时, 耿彪就任进查继军区的副参谋长, 担任聂帅的副手。 耿彪将军的儿子作为中间人, 在美军与进查继根距地之间担任中间人, 组织了这次的美军试探考察行动。 耿彪将军因为儿子的关系, 便亲自上阵, 担当起了护卫美军使团的队长, 在护送美军使团的过程中, 耿将军等人遭遇了日本飞机的袭击。 刚刚还不可一世的美国使者们, 当即陷入了混乱之中, 队伍一下子便散乱起来。 看着在场四处逃窜的美国使者们, 耿彪当即大贺, 开始整肃美国使团的军纪, 带领众人安全地抵达了延安。 尽管在外人看来, 耿将军似乎只是通过发脾气, 吓住了美国人, 并没有什么出奇。 但作为外交大家的周总理, 却十分明白里面的门道, 面对那样的危机情况, 能够合理展现自己的态度, 既让这些美国人服从, 又不产生厌烦, 其中隐藏着不小的外交智慧。 这便是为何周总理会选中耿将军, 作为外交大使的原因之一。 自1950年开始, 耿彪将军便开始了自己长达近20年的外交生涯。 在这届20年时光里, 他先后就任了六国大使。 其在北欧三国任大使期间, 更是为我国立下了汉马功劳。 自开始担任中国驻瑞典外交大使之后, 耿将军便开始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工业发展情况。 他主动参观调查了瑞典地区的钢铁产业和相关的制造工业。 通过调查研究, 耿将军亲自完成了一份十分详细的工业调查报告。 在专人的转送之下, 这份报告被送回国内, 作为我国工业发展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 而其在兼任丹麦大使期间, 又通过调查研究, 对风力发电、植树造林等相关的绿色能源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 做出了深入研究。 这些经验最终也传回国内, 为我国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耿将军在担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时期, 大力推动了中巴之间的国家关系发展, 建立了相关的空中航线和国际公路, 一条现代丝绸之路在其工作下徐徐展开。 在其担任外交大使的20年岁月里, 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了深厚友谊, 极大的改善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娇人成绩, 在回到国内后, 耿将军又先后担任外联部长、 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国防部长的重要职务。 在小集团覆灭的过程中, 耿将军更是深明大意, 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0年6月23日, 91岁的耿彪将军与北京离世, 结束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